不過每一次講之前 我都要提醒大家 金功經是從誰人提出問題開始的 水泡泰尊者提出什麼問題呢 經文是這樣沒錯 雲何應住 雲何幸福其三 意思是什麼 這個問題如果當你是水泡泰尊者 你會怎樣問 現在用現代的語言 問你自己的問題 你想知道的一個終極的問題 不是問佛陀我怎樣保養 我怎樣賺錢 不是問這些 我說是終極的 是生命究竟 圓滿的一個問題 就是問 佛陀 當我發起 我一定要 靜悟 一定要解脫的 這種心 我要怎樣在輪迴的路上 一直保持著這份菩提心 我要怎樣在生起妄想的時候 如果我有任何忘憐 我要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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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 不會被這些 妄想 去障礙著 我一直要保持著我的 我的發心 一直向著目標向前 佛陀請你救到我 我要怎樣保持這份發心 怎樣不會被障礙著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吧 所以 因為有這個問題 佛陀的遺特 其實是很簡單的 就是我現在講一個譬如 打個比例來說 我現在 要從這裡 走到門口那裡 請問 當我決定 我從這裡走到那裡 我要怎樣 一直保持著 這份衣服 不會被 所有這些 人事物 障礙著 我要怎樣可以 一直到那裡 佛陀的遺特 是說 你只是這樣想就好了 你不要去抓住 那些身邊的人 這條路明明是在那裡 只要你不要抓住 那些境界 那些東西 你自然就是保持著 向前走的 只要你 不會在那些境界上面 停留下來 就是 你一路 你的腳步 一路向前 就會走到 如果我現在 如果我的腳 不聽我的話 他執著這塊地毯 他貼著這塊地毯 我能不能走 不可以 不可以 如果我的手 又不聽我的話 又去抓住這個人 又去抓住那件事 這樣 可不可以從前走到目標那裡 有沒有 事實來說 是沒有甚麼 可以阻礙著我們的 唯一的是我們自己 去抓住 抓住那些 就叫做著想 是我們自己的執著 在表情上面 停留下來 就變成亡念 但是 突然間 要我們說 我都 我都 執著 不著想 這樣 發這份心 就走過去 的確有點不容易 所以佛陀救到我們的是 為利益一切眾生 我不想自己走過去 我只想身邊有些東西 大家要用錢 這樣 到最後 大家到那裡的時候 你自己都已經到那裡 差不多一個經文的意思 用很通俗的語言 給大家想想 但是他這個意思是相通的 所以趙經文的回答 其實 需要菩提專者 他是分兩次 問同一個問題的 一樣都是問回 但是 我當有眾生 就有人 他發起這種菩提心 一定要 靜悟解脫 那麼 這個心 怎麼會轉變 不會受影響 一直到達 佛陀第一次回答的時候 佛陀在回答 佛陀在回答 你如果想自己 有時候 那個 作外 反而多 比如 你可能會想 我可能沒有那個福報 我的智慧又不夠 我想我應該沒有那個能力 我很驚訝 時間這麼長 我猜是沒有辦法 你一直想著 我我我我 你會覺得 我 罪惡感心中 智慧又不夠 一定是沒有辦法的 你想自己 你是不能解脫的 反而是恨制住 我覺得佛陀是 將我們的眼光 創自己的 那種觀照 心念 從自我的身上 就轉移出去 你要解脫 你如果想著你自己解脫 如果有一天你累 你覺得很辛苦 你覺得好像沒有什麼進度 你自己會慢下來的 反而自己 障礙自己 但是如果你想著你發這份心 不是為自己解脫 而是我要道盡一切眾生 意思就是我要令到所有的生命 所有的這些眾生 全部都得到解脫 然後呢 義務眾生得道者 而你又不執著這些眾生的概念 最終念這些眾生的概念 你都沒有 看起來好像是會利益其他眾生 到最終幫到他們的時候 你只要沒有這些眾生的概念 其實你已經是目標的地方了 這樣 還有在前面的第三份佛陀回答的時候 他回答的時候 你道眾生的那個眾生 是沒有分類別的 不是說這個是人 是我要道的人 或者是這個是我喜歡的人 這個是我最親的人 沒有這些分別的 所以不只是人 包括所有其他的 所以說沒有人上我 沒有我上沒有人上 我和我身邊的其他人 或者是其他的眾生 也都沒有受者 沒有時間的那種概念 沒有受者上 受是時間 沒有那個時間的概念 你不可以理會 你這樣要收多久 要走多遠 你不執著這些概念 你一抱哪一個 你立刻在那裡被障礙著 所以這種思考法 你做任何事 為什麽師傅 就是大師那本《金弓經》 第二版 新的 更加白話的那本 叫做《成就的秘訣》 《金弓經》 當你真可以超越 所有表情的行制的時候 就打破你原本的 所有那些固定的想法 是很寬闊的很活潑的 可以成就在一起的 這種就好像 譬如我舉個例子說 剛剛我們秘書長 你說師姐 利用十分鐘 剛剛我們秘書長說 給師傅休息的時間 其實我進去討論一些事 我問了 5月19日 記者招待會 以及又是展賽開幕 假設說 那時 書局還未好 還是水峰還未好 怎麼辦 假設說 在這裏 是不是這裏 是記者招待會的場地 那那些雷濱 所有的朋友來 是不是迫在那裏 準備要 或者先喝茶 或者等一會吃飯 那我是練習 用金弓經的思維 法務還是法 我說 19日 是記者會 展賽開幕 啟用 其實我說 其實我們已經先用了 所謂開幕者 即非開幕者 是令開幕者 所以不限於這些 說一定會怎樣 還有我說 開幕展賽進來 之前是記者會 記者招待會 我們要宣佈 我可以說 我可以說 今天液水峰開始了 或者我可以說 因為其實我們很多 輔導法師 我們幾個 還有衛總比書長 所有負責人 全部都去Hawaii了 北美洲 北美佛光聯誼會 和Hawaii佛光山的 開光典禮 因為 又是聯誼會 佛光會的關係 我們多倫多協會 一定是有代表去的 另外 因為 因為Hawaii的主持 是伊王法師 他就是 我們多倫多佛光山的主持 我們一定要去支持他 以及我們提早去幫他 所以變成這裡 少了一些照顧的人 我建議 我就說 誰說 5月19日 剪取 5月20日 什麼都要開放 我們開班比較重要 我們可以說 6月15日 等我們望遠遠遊位之後 6月15日 然後書局 滴水峰 全面對所有會員開放 這樣 我不可以 可以 所以 沒有被限制住 感覺很好 沒有仇者上 沒有時間限制 只要我們說可以 就可以的 另外 沒有時空的 今天是時間 現在說空間 一定在這裡嗎 其實我們可以運用的空間很大 不過還未討論好 10分鐘已經到了 我先小童 我說 後面的善童 綜合貨室可不可以用 可以 但是 這裡大廳 就 大家來的時候 在這裡坐 那些 滴水峰吃東西 什麼都可以在這裡 甚至在裡面都可以的 那麼 大貨室可不可以用 貴賓室 就是VIP在那裡 市長要來嗎 那 可能這裡有很多 幫助 就照顧我們的公司 唱商的朋友 都要來 那 有個客廳 在大貨室裡面 佈置一個客童 課堂 就 他們可以在那裡 坐一下 大眾在這裡 那 到記者會在最裡面 出來 在那裡剪裁 再一次進來 就吃飯了 這樣 那麼 時間 空間 如果我們 應該怎樣 其實我剛剛說 法沒有定法 所以不一定怎樣 就由我們 打開這個思考 是可以靈活應變的 不用好像 困住自己 覺得全部難以 全部都被綁住了 受限制了 這樣 如果說 一定 5月19日 書局一定會啟用 碟水房一定啟用 可以嗎 可以 其實是可以 但是義工很辛苦 所有的人 逼著那個時間 都會很緊張 壓力很大 我覺得 我覺得 在我們可以 走得到的情形之下 不用這樣辛苦 所以就把那個思考再擴敵 我的原則是什麼呢 我不想義工辛苦 我只這樣想著 不想義工辛苦 在這個觀點上 立刻有很多方法 那個時空就打開了 所以我是 怎樣說 很相應於 《金光經》這部經典的 如果經常 我都要多謝大家 借助大家要聽《金光經》的恩怨 我再深入去思考 現在 現在 眼前發生的事 《金光經》在哪裏 就是那個空性的智慧 可以超越時空 隨著那個恩怨法 我看著的 怎樣是最適當最好的 我都不敢說 剛剛我只是 因為只有十分鐘 要去想想 還有什麼可以走得通的 有很多路在哪裏 你的思路又很靈活 那那個路在哪裏 我想結果呢 這只是我這樣 單方面這樣想 如果經過大家 為意商量 大家都會有些 考慮 concern 大家顧慮的 那個觀點 或者有些不同 那大家看看 怎樣可以互相掩集 最終會有個決定 所以現在呢 還未知道 決定的是 5月19號 為一個記者招待會 那當日呢 會請到一些 政府部門的貴賓 或者是一些 和我們有相關的 佛光之友 這些貴賓 都會來展取 那當日因為是星期二 所以沒有上班的人 都歡迎 回來熱鬧一下 開心一下 這樣 所以到時會怎樣 決定呢 我剛才說 只是我 就住這樣的姻緣 有這樣的一個提議 那個 那個 觀點的最終 最開始 就是 不想義工太辛苦 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不用這麼大壓力 然後提出的意見 那這個就是佛光山 和佛光會 大家互相配合 共同 去帶著 現場佛教 向社區 向整個大眾 一直走過去 走出去 所以大家學到 你都會中佛佛 進入你的家庭 所以說回來 經文的一開始 我們始終要看 要想 你天金恭敬 不是在一個治理行間 好像 在前面 後面不知道 聽到後面 前面又不記得 那樣 這個文字 始終是 違反反覆覆的 可以說 是根據 衰菩提 兩次 要決定這個問題 那佛陀 是從不同的角度 去引導我們 去思考 所以第一個 我確認大家 對於這個問題 很清楚了 佛陀的 方法 他的回答就是 方法 亦都很明白 就是說 你不要想自己 當你發這件衣服 你就不要想自己 你只想著 你要度眾生 還有 沒有分別的 所以當你說 我要度眾生 我發這份衣服 所以你看到人 你只想著 其實我也想著 什麼叫做 道盡一切眾生 現在我們的程度 自己未到盡 都不用說道盡別人 不過 我們可以體會到 我舉個 譬如師父 大師 在身上 一直跟我們說 譬如我們出家中 出家地址 師父說 你可以沒有能力 沒有學歷 什麼拿你都沒有 不要緊 你一個出家 你一個修行人 你不可以沒有慈悲 這樣 唯一唯一的 一點點的要求 就是 你不可以沒有慈悲 什麼都沒有 不要緊 不可以沒有慈悲 就這一點了 如果你因為 有一點點的慈悲心 你發起這份心 師父要我們做 怎麼能做到 有慈悲心 師父說 很簡單的 就是 國語 國語叫做 大人好 師父都說 有人問他 你是一代大師 大動不救 國際化 現代化 你是怎樣成就 你的成就感大 師父說 其實他只是跟著因緣行 是因緣成就 只不過自己的 性格裡面 有一些 特色 特點 叫做 師父說 是因緣成就的 我只不過是 看到因緣 隨著因緣 就是這樣 但這句話 也不簡單 可以看到因緣 跟隨那個因緣 是因為有自慧的關係 才可以看到因緣 然後師父說自己的 性格之中 有一個特點 就是兩個 善字 兩個善 一個是與人為善 一個是 從善預留 這個也是這樣 你只會對人好 可以幫到人 對人是好的 我都很樂意 就算自己 或者是辛苦些 甚至是有些委屈 給人家誤解等等 不要緊 只要是 對人家 是有好的 我都樂意 成就人家 都是先成就人家 於人為善 如果覺得這件事 雖然我不是很 覺得 現在應該怎樣 但是 從善預留 看著這個因緣 這個時候是對的 那就應該照著 這兩個善字 就鋪排出 現在在全世界 幾百萬的信眾 甚至是聖國佛教的大動 這樣 所以師父要我們做到的 說 你怎麼可以說自己 慈悲不慈悲 這些都還屬於 比較在命上的部分 但實際的行動是什麼 你就代人好就好了 代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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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已經是 你怎麼做是代人好 你自己就要去想 怎麼做 自己就要去思考 所以 當 我看金光經佛陀講到 你不分眾生的種類 你都發一份心 要幫助他們徹底 達到那個解脫的 涅槃的境界 你都起發一份心 你一直這樣想 這樣想 在經文之中 你是可以了解 但是實際生活中 如果你連對你身邊所有 你接觸到的眾生 你都沒有辦法對他們好 你就不用說 我已經是發心 要去幫助一切眾生 可以達到究竟解脫的 涅槃的境界了 這個就不用說 你只是做到這裡先 還有這些眾生 不只是人 對人是這樣的 所謂講眾生 花草樹木 山河大地 是不是眾生 是 眾願和合而生的 所有的存在 都叫做眾生 如果 你說 是 所以 這樣 你一定會善待 你家裡的花園 庭園裡的那些花草樹木 好好的照顧他們 另外 那些路邊人的花草樹木 你會不會一樣的衣服 祝福他們 會的 你一樣讚嘆他們 你家裡自己的寵物 你會吃他們 照顧他們 你不是那些沒有主人的 流浪的 你會不會三色他們 那三位 淪食 淋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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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食他們 有沒有方法可以幫助他們 你那種 你那種 正是 道盡一切眾生 我說 不用唱高調 不用說到究竟 涅盤 道盡他們 那裡 我看回現在 你可以開始的 就是從這三個字 對應好 這個人 包括所有眾生 如果是所有眾生 那 譬如 當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很激氣的時候 你會不會打破你的碗 碟 那些 或者是 太粗心了 那些 譬如 你的iPhone 你的電腦 不小心又打爛了 打壞 更難 你會這樣不小心 很輕易的 令到一些東西被破壞 桌子 椅子 包括你的衣服 你的鞋子 包括你 踩在下面的地下 你都會 如果你真是 理解到 道盡一切眾生的意思 是對 從一切眾生好 善待他們 開始 你對所有的生命 不只是人類 所有生命 你都會尊重 你都會 連食 愛護他們 包括無情 所有這些 看起來 沒有生命 他們沒有思想 譬如這件衣服 他不是思想 他不是思考的東西 如果他有思考的話 他就會 我比較喜歡 給這個人做 不喜歡給那個人做 但事實沒有 他沒有自己的思考意識 他沒有 你會不會都要對他好 我要珍惜 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大家就知道 為什麼我們 真正的慈悲 學佛法 而知道 慢慢要 培養慈悲 你連接慈悲的人 一定是會做好 叫做 釋福 還有 因為尊重生命 尊重生命 你一定會很重視環保 這件事 環境保護 你不會 那些東西已經很多了 你又要去買一些新的 你喜歡的 最新款的 那舊的怎麼辦呢 掉了它嗎 好了 講到一個recycle recycle 嚴格來說 是不環保的 真正的環保 是reduce reuse 只是這兩個 是環保 那個recycle 是安慰自己的 就是 給人家用 或者再製作 再製作 改一個 什麼什麼 總之都有些用途 這樣 那個事實是最後面的了 是逼不得已的時候 是這樣用的 但是前面是 reduce reuse 這方面的概念 我是很希望 有因緣 再和大家 多些這方面的 分享 好像我們這次的圓友會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希望 環保單位的主席 叫做 Ranjana牧師 他問我 快點做這麼多事 在記者會 那天 他問我 他要去提倡什麼 這次圓友會 他的攤位在那裏 他要提倡什麼 我跟他說 重點 只可以有一個 他說 哎呀幾個呢 他想 我跟他說 我們第一步 做到 就是 請大家 自備 container 你提倡一些 可以重複再用的 那些用器 或者是有一個 渠的那種 你比較容易可以 當你要提倡一些東西 你可以提倡 這樣 我就請他說 記者會 那天 他要去 他有很多環保的 他們做的事 但我請他特別出席 就是呼籲這一點 我說我要看一下 我們這樣強調 大家要帶回 這是你現有的 這叫做reuse 你家裏有的那些 袋 碗 那些 有些不方便 但是環保 等於不方便 這是大家必須要接受的 所以 大家接不接受 譬如我 我假設說 當日如果說 我是一個 佛菩提心 要利益一切眾生 包括大地 山河 那現在 地球的 整個失調 失去平衡 已經是 天氣又是 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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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度又是 然後那些垃圾 沒有得消化的 地球 好像我們的媽媽 那個媽媽已經病了 看到垃圾 人口又這麼多 它真的 負荷得很辛苦 如果我們這一點 感受都沒有 那 那個心 真是 慈悲不夠又軟 那 你知道這種情形 都知道 它 那些 有些 塑膠的東西 是消化不了 那 你願意 不方便一點點 然後 從家裡帶點 容器來裝 這樣 那 你就 對於 說 對一切眾生好 利益一切眾生 包括地球 包括這個環境 你就很有信心 我真的很努力去做到的 那 如果你連著這一點 你都感受不到地球 好像我們的母親 那樣 母親節 情日先過 大地 是我們的所有眾生的母親 它很辛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受 如果真的有的話 就知道 那我們要怎麼利益眾生 利益我們的母親 如果只是小小做到這一件 大家做不做 做 做 當日 當你這樣配合的時候 唯有抽獎卷的 但是呢 我希望大家 不是為了抽獎卷 你是真的 在那裡練習 我為利益一切眾生 我既然是天金光經的人 我要怎麼走到那裡 佛陀教導 利益一切眾生 我現在練習中 自己是有點不方便 但是我在練習中 如果可以利益眾生 而令到自己 比較辛苦一些 我願意 慢慢慢慢 你其實一直 你的力量 一路正確 增加 增強 是朝著更加前面的方向 一路行 但如果你只想著 哎呦 這樣不行的 這樣我 很不方便的 這樣我 很麻煩的 這樣我 我會怎樣 其實沒什麼怎樣的 只是小小不方便 是嗎 所以這個觀念 希望大家 將你 生活中 事實 正在進行的 這些 你可以用 佛陀的救度 再看進來 你會發現 其實 真的有很多 是我們做得到 還有因為這樣 你這樣想 這樣練習 你會發現 我越來越理解 金光經裡面 佛陀的救度 其實說真的 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道理只有一個 你不要只想著自己 你不要去執著 作主 這些 這些不方便 其實都是一些標訊 不是什麼 第二件事 過了 你又向前一步 這樣 所以看 請大家分開第17分 這是上一次的進度 重複的 雖菩提專者 又問了 如果有人 發 阿羅多羅三妙三菩提心 無上正等靜覺的心 無上正等靜覺 就是我要得到 究竟各五 裂盤的 那個 那個 這個就是 一般我們說的 佛菩提心 因為 阿羅多羅三妙三菩提心 很長的 所以 簡稱都是 佛菩提心 佛菩提心 甚至 又被簡律 再濃縮 就叫做 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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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佛教裏面 用得很 好像 因為提普遍 反而 有些人 就 有些 怎樣說 運用得 總之是提普遍 比如說 這裏有這麼多 剩下的菜 你佛心 多吃點 或者是 哇 你 添香油 怎麼說 你很佛心 添香油 賺了這麼多 你很佛心 變成佛心 是一個形容詞 形容你 可以做 報師 義工 等等 它變成一個形容詞 叫做法心 勉強都不是說這樣不對 因為 真是很法心 但是你要知道 當你這樣說的時候 你是知道 那個法心的原意 原本 佛經裏面說的 是發起一種 我要 決定 我一定要 道達 不管是 經過所有的 修行 我一定要道達 那個解脫 正誤的 那個地方 有一天 總之有一天 我一定要道達 你是發起那種心的 我舉個例子說 如果你真的 發這種心 那個態度 人生的態度 是不同的 你會 執著什麼 或者覺得這些 不值得執著 你是會 不同 舉個例子說 你們 有沒有 想過要去人道 朝鮮 有想過 我 哎呀 但是很辛苦 吃又不好 睡又不好 哎呀 那個 整房 那個洗手間 最麻煩的 尤其呢 印度其實很大地方 我們很難想像佛陀 一生之中 竟然走過這麼多路 我們只是坐車 從這裡 那裡 今天是坐十個小時的車 天天呢 預計是九個小時 最後日呢 又是七、八個小時 一個地方到一個地方 都是這樣 那個路呢 是一路一路 顛簸的 這樣 沒有一種好的 那麼辛苦 還是不要去 是嗎 怎樣 我現在不是要組團 大家不用報名了 今年都沒有你的份 如果 你是真心要去 吃得不好 睡得不好 坐得不好 行得不好 什麼都不好 我知道的 但是我就要去 你如果是真的這樣 你真的可以去到那裡 如果你說 唉呦 我想想想 最重要的是 我身體不好 所以都不要去 基本上 你不是真心要去 你並沒有真正 下定決心要去 如果你是真心的 沒有任何理由 你可以有一百個 一千個理由 但是這些理由 不會阻止你 有理由的 但是不會障礙著你 因為你是真心 你一定要去的 是嗎 佛菩提心 成就佛道 都是一樣的 如果 你這個菩提心 你是真正 佛菩提心 十二因緣 你去看 十二因緣去看 就是 《槍花菩提心文》 勸佛菩提心 文 佛菩提心有很多因緣 可以令你發起 但當你發起的時候 當一個人真的要發起 不管你是覺得 我為了要報復無恩 我要佛菩提心 或者我要解脫四根苦 我要佛菩提心 不管是哪一種因緣 總之你已經發起 現在《金剛經》說是 有人善男子善女子 發起這份身 所以這個前提 是已經決心了 那怎樣保持 怎樣在這條路上 不會被障礙著 那所以 我說 問題你很清楚知道了 你就知道那個方法 你就懂得看 你不促上 你不要在任何的事物上面 停留 停留下來 你就會一直向前 這些障礙都會有的 不過你不要捉住它 所以 看看 第十七分 如果 動一個人 他真正的發起 這種菩提心 那應該要怎樣保持 怎樣 康復其心 如果有妄想 怎樣康復 那佛陀再突分它 真正發心的人 就應該 要這樣想 我應滅到一切眾生 我要道盡 一切眾生 道 道 之前要對祂好 是嗎 都是我剛剛說的 很簡單 你身邊的人 你有沒有真正 對祂好 好 我要佛 就當你佛這份心的人 你應該要生起一種心 就是 我要道盡一切眾生 道盡之後 而無有一眾生實滅道者 你不會執著說 我道多少 哪些人是我道的 你不會執著這些眾生上 為甚麼呢 如果 你佛這樣心的人 如果有我上 都是我道的 人上 祂是我道的 眾生上 這些所有眾生 都是我道的 受者上 我是經歷多久才到他們 這件事我做了多久 受者 時間上 如果 你 所謂說 真是佛菩提心 而有這種 俗常的話 即非菩薩 就不是真正佛菩提心的人 為甚麼呢 說 實沒有有佛 佛 阿尼多羅生有心 菩提心 實在來說 並沒有任何固定的一個 名詞 叫做 佛 阿尼多羅生有心菩提心 沒有一個 專有 專門的佛 固定的佛 叫做 佛菩提心 佛 沒有定佛 所以 後面的經文 佛陀再和佛菩提專者 再問他 你認為如何 如何 愈來 愈來 愈現登佛 所有佛 得 阿尼多羅生有心 佛菩提否 你覺得 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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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愈 愈祭成佛 speeches 愈 fet 愈 也就 考討 銷 愈現 愈告 在釋迦牟尼佛向菩薩道修行的时候 为他受寄成佛 那位佛就是燃灯佛 所以釋迦牟尼佛先问自己 和他一路问答的衰菩提尊者说 你以为我当时在燃灯佛那里 真是有一个佛 令到我可以得到 完成这个佛道吗 真是有一个佛门 有一个风法 是从燃灯佛那里得到 令到我成佛的吗 衰菩提尊者唯得否也 没有佛陀 如我所理解你所救到的道理 所以佛陀你当时在燃灯佛的地方 并没有所为有一种佛 令到你可以得正佛道 佛陀就说是 你的理解是 实无有佛 愈有佛愈来得 安利多罗三妙三菩提 愈有佛愈来得 安利多罗三妙三菩提 而这远灯佛即不与我受计 愈于雷世东得作佛 毫昔加谋利 这段经文说的就是 如果当时我在燃灯佛那里 是有得到一个法 叫做你是可以成佛的一个法 如果我依赖那个法 有所得 想求得一个法 依赖那个法 那燃灯佛就不会帮我受计成佛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所谓的法 我一直说佛没有定法 你不要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 你不要将什么叫佛法 尤其有些佛教徒 他当佛法是在佛经里面先是佛法 说离开佛经经文就不是佛法 其实是不明白佛陀所说 所谓佛法 并没有佛法的一个形式 你可以看到 不是如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形式 那才是真正的佛法 又可以说 其实佛并没有一个定型 固定的形式叫做佛 只不过我们要这样称呼它 就称之为佛法 譬如所谓这支笔 所谓这支笔 其实这支笔 并不是叫做笔 只不过我们必须叫它叫做笔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种东西 我们定义叫做笔 笔是广东话说的 其实它叫什么 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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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都不是 它就是它 只不过我们必须给它一个名 叫做笔 这种笔 笔 成anse笔 笔 笔 就是一个声音 声音和这个形中 这种逐用功能 라고 这种东西怎么会一样的呢 所以那个声音 笔的声音出来了 当我说笔的时候 你们拿到笔了吗 有笔可以写可以用吗 没有 我说笔的时候 笔并没有在那里 只不过我们为了统一我们的理解 我们必须给它一个名 暂时就叫做笔 并不是说笔 笔就马上出现 所谓说笔者即非是笔 使命为笔 暂时我们必须叫它叫做笔 但是你理解那个笔 你是知道笔有很多种 你不要被限制 我一说笔 因为我刚刚写的 我拿的是白板笔 所以当我说笔 你立刻想到 比如我说 我的笔 谁拿走 白板笔 我没有拿 不是 我不是说白板笔 我说的是我的原笔 我的原子笔 所以我只是说笔 所以说笔 你不要被笔的概念限制住 我们很多的言识是被限制住的 我这样说 譬如记者招待会 我刚刚举例子 因为是之前讲的一个话题 因为我们在教的佛光园 只有一个课室 一个空间 所有的记者 或者接待 或者吃饭 全部都在同一个空间 所以很容易我们搬到这里 我们仍然用着所谓记者招待会的场地 我们被限制住 像以前那样一起的 其实不一定是 像以前那样的记者招待会 那才是你真正要做的 不过暂时都是称呼它 叫做记者招待会 那形式内容其实可以完全不同的 所以可以说是可以很灵活地 打开那个思考的层面 所以这里我们看回 这里佛堂从开始回答 衰菩提尊者 你说有形法心 而会成就佛道 那第一个就是要发一种 叫做到一起众生的心 你会来到一切众生 对一切众生好 然后呢 你的心中又不着想 完全没有这些概念 你心中不会停留在那里 挂着这些 然后再问衰菩提尊者 你觉得我现在成佛了 就是经文里面 释迦莫连佛 那是在当时在燕灯佛那里 我是得到一种佛 令到我成佛的吗 没有 其实没有固定任何一佛 如果真的有佛 那也不能够成就 也不能够得到授记 好 后面说 所谓说 预例者 即诸佛如意 若有人言 预例得阿罗多罗三妙三菩提 衰菩提 实无有佛 佛得阿罗多罗三妙三菩提 衰菩提 预例所得阿罗多罗三妙三菩提 预始终无实无虚 事故如来说 一齐佛皆是佛法 好了 重点在这里 并不是得到某一个佛 令到佛陀胜就佛道 因为一齐佛皆是佛法 所以并没有特定的固定的一个佛 佛是没有固定形式的 只要根本就是 第一 你佛一份要解脱的决心 那你不在任何地方执着 其中的方法就是 你不想自己 只是想着重生 你要盗盡 要帮一齐重生得解脱 你只是这样想 这个大原则 你明白之后 所有的佛都是佛 哪有某一种修行 某一种法门 叫做解脱法 叫做罪上法 叫做灭法 叫做灭法 这样 不要看那些被限制住 我就觉得我们佛教徒 太受限于这种形式 这种框架 枯住 那 那 譬如说 一个做父母的人 他 罵自己的子女 罵 当然 罵你的时候 你会说 这个人真恋心很重 脾气很大 经常罵人 但是如果是父母 罵自己的子女 他是为了 亲恨他的子女 而罵他的吗 不是 爱之心 习之切 是爱心 因为爱他 方法 对不对 这个不是我要讨论的 但是他的出发点 不是 向他的子女 要去罵他 但当我们看到 有人在那里 罵人的时候 罵 妈 罵 一般看到 罵 他又在那里罵人 就等于 他又在那里 真恋心 发脾气 这个人真恋心很重 你就会立即有这样的一个联想 他又在那里罵人 那 事实呢 他可能罵他 他的子女 因为这样 而得救 得到 修建 譬如 整晚不睡觉 在上网 打电脑 如果没有 快点 倒闭他 他可能后面 真的 都 会出问题 譬如这样 当然 用什么方法 是需要自慰的 我只不过是用一个 等于一般人的概念 很容易被限制住 所以 包括迷成佛的方法 凡一切佛 都是佛 那你就知道 什么叫佛佛 这个就好像 在菩萨之中 智慧第一的 是文殊私利菩萨 是吗 有人问他 为什么你会智慧第一 为什么你的智慧 会这么高呢 文殊菩萨 怎么回答呢 他遇到所有的恩怨 都是他的老师 所有的恩怨 都是他的老师 当他可以 在恩怨变化之中 学到东西了 他怎么 不会自为真家呢 一路一路真重 一路到七佛之师 七佛的老师 民主菩萨 他可以救到 所以我们一般人 都是 希望 顺利 健康 快乐 圆满 什么都是正面的 希望 当然 这是认知详情 你可以这样 发愿 祈求 这是能免的 但 当你遇到 负面的恩怨的时候 你一容 都要看到 我的老师 又来找我了 这次老师要救我什么呢 不只是顺境是老师 逆境也是老师 但对某些人来说 逆境之中 他可以看到 老师又来了 这次上哪一堂佛 有些人 是可以从逆境之中 逆境的恩怨 学到 学到 等于得到老师的指导 但可以在逆境之中 学到 不代表他可以在顺境之中 遇到老师 知道老师在救他 有些人 反而 所以说 你遇到逆境的问题 你是容易清醒的 顺境之中 迷失的 所以说佛没有定佛 其实佛陀说的就是 你看佛 你不要去定义 什么是虚 虚无 哪些是实的 哪些是虚的 哪些是有的 哪些是没有的 你不用在那里 上面分别 你要知道 犯一齐佛 皆是佛 就是这里说的 事故与例说 一齐佛皆是佛 然后佛陀和 虚菩提尊者说 所言一齐佛者 即非一齐佛 事故 命一齐佛 反复有很多这样的训练 要我们去思考 今天说 佛陀说 一齐佛 都是佛 但是我这里所说的 就是佛陀和虚菩提尊者说 我所说的一齐佛 其实就不是一齐佛 不过呢 我们只不过要叫佛 要有一个说法 如何称呼佛 所以明知为一齐佛 一齐佛 只得三个字 类用是什么 所有一齐存在 所以说一齐佛 即非一齐佛 这三个字 不代表所有的内容 不过我们都要说 所有这些存在的内容 暂时都叫做一齐佛 所以当你听到一齐佛的时候 你不要固定 说我学历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佛陀说 要怎样就一定是怎样的 你这样曲解佛陀的意思 要它 亂观 那个精神 才可以说 你真是了解佛陀的救度 不要被那个名相限制住 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吗 真的 譬如 曾经有一个趣味问答 他问 我们这里是多伦多大学 多伦多大学要读多久 四年 一秒钟就读完了 最多是两秒钟 是否这样 同样的概念 大家想想 多伦多大学要读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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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说一秒 三秒最多 多伦多大学 多伦多大学 好 到底是两三秒 还是四年 用这个概念 去看回《金光经》 所谓讲的什么 你不要只被这个字痕制住 它其实内容不只是这个 所以说这个 不只是这个 因为我们的语言文字 而可以说出来的 始终是有限 非常之有限 它不周全的 语言文字 叫做有留佛 不是究竟的 没有绝对可以解释得到的 所以可以说得出这件事 其实事实不只是这件事 但我们必须暂时都叫做这件事 这样 这个思维就是要你 不要被文字上限制住 就是这样 所以说 后面 我们再看 佛陀佑再跟 衰菩提尊者说 譬如 人身 一个人 很高 很高大 长大 我还没说完 衰菩提尊者 立刻就说 世尊 与你所说的 我现在明白了 所谓说人身长大 即为非大身 是名大身 它有多高 多大 我现在知道了 所以高大 只不过两个字 事实 那个情形呢 是和那两个字 是表达不到的 不过 暂时都叫做高大 这样 我不会被那两个字 因为多高才算高 多大才算大 我不会被限制住 我可以很灵活地去思考 佛陀就跟衰菩提尊者说 佛菩提尊者说 是呀 佛菩提三个人也是这样 如果他说 我当灭度 无量众生 即不明菩萨 为什么呢 实无有佛 名为菩萨 事故佛说一齐佛 无我 无人无众生 无仇者 若菩萨座事言 我当中业佛土 是不明菩萨 何以故 如例说中严佛土者 即非中严 是名中严 衰菩提 若菩萨通得无我佛者 如例说明真是菩萨 从前面说 如果怎样就不是菩萨 如果怎样就不是菩萨 到最后 结论就是 如果这位所谓说的 佛菩提三的修行人 他通得真正明白了 无我佛 先到达无我 他真是明白 无我 无我上 无现上 无这些分别上 就是真的菩萨 如果前面 他还有 抱着 我要去灭到 很多的众生 我要去帮助 无量的众生 其实 他有这个 他说 灭到众生 那就有众生上了 都不可以叫菩萨 不是真正的佛心 那么 如果这位佛三的人 他以为 有个 实没有有佛 名为菩萨 因为根本上 是没有一种佛门 说你可以根据这个佛门 成为一个菩萨 是没有的 你也可以说 如果你真是明白 因缘佛 一起因缘 不是你可以做主决定的 是无我的 如果你可以看到因缘 了解无我佛 那 你要行菩萨道 佛菩萨道 走这条路 就真的是 你走在这条路上的菩萨 好 第十八分 佛陀 因为 前面这样说 好像 比较容易 偏 好像是 什么都不执着 都没有我 那才是叫做菩萨 但佛陀 又 回来 又从 有的方面再去问 要再确认一下 问菩萨专者 你认为 愚类 是有 肉眼吗 肉眼是什么 可以 看到 一般 怎么说 一般的 事物 可以看到 事物的 一般的 像 肉眼 就是我们看到 一切的存在 这些事物 佛陀 有 看到一切事物 一般事物的 肉眼吗 有 当然 有 佛陀 再问 你觉得 愚类 是有 那种 可以 见到 很远 很大 和很小 微的 天眼吗 有 佛陀 是有的 佛陀再问 你认为 佛陀 是有 那种 可以 知道 一切 佛空性的 自为 那种 圍眼吗 有 佛陀是有的 佛陀再问 你认为 佛陀 是有 了解 一切 佛门的 佛眼吗 于是 世尊 是的 佛陀 你有的 佛陀再问 你觉得 愚类 是有 了解 一切 通达 一切 佛眼吗 所以 菩提尊 再回答 于是 世尊 是的 佛陀 你是 愚类 你是有 佛眼的 好了 这些 不可以说没有 都是有的 然后 佛陀想问 那 好像 我平时所说的 如行河中 所有沙 佛雪 是沙 否 好像 行河 行河 里面 那些沙 叫做行河沙 是 真的叫做不可数的 你数不清的 因为 他不 去过认 就知道 他好像粉 很绵 不是一粒 一粒 分清楚 一粒 一粒 但有小粒 很油 像粉 那样 所以 比一般的沙 更小 很油 佛陀说 好像行河中 所有的沙 那我所说的那些沙 那些沙 是否就是沙 那 怎样回答呢 所以 菩提尊者都说 真的 佛陀说的那些沙 就是沙 然后佛陀 后面的譬喻呢 就说 就好像一条行河中 所有的沙 那有 这些沙 都 每一粒 每一粒沙都代表 一条行河 都成为一条河 是否变成无数无量的行河 那所有这些行河 里面所有的沙 好像这么多佛的世界 你觉得是不是很多呢 当然是很多 甚多 世尊 然后佛陀再和 衰菩提尊者说 那在 你所知道的 这些所有佛世界的角土中 已经是无量无尽的角土 是吗 那所有这些角土 所有的众生 有多少种心 不可思议的 是吗 不可数的 无尽的 这么多的众心 就是多少的心 然后佛陀说 如来 色知 我完全可以知道 如果有人跟你说 你的心 我很了解 我很了解 你 只是一个人 你都觉得 错 你不了解我的心 我的心 坦白说 千变万化 我刚刚很喜欢你 现在很讨厌你 或者说 我之前对你有成见 我不喜欢你 但现在又觉得你很很爱 心 无常 我们的心 真是 绝对的无常 没有一刻是固定不变的 只有一个人 我们都没有办法 我了解你 现在的心意 是怎样 我们都做不到 但是佛陀说 无量无边国土 无数的众生 有多少种心 佛陀说 他都可以知道 何以固 为什么呢 如来说 诸心 所有这些心 皆为非心 我没有 将它们 很固定的 看死它们是怎样 或者定义它们是怎样 或者我 认定它们 我想是怎样 我没有 我完全不做 想不做 我只是看着因缘 所以说 如来说 诸心 所有这些众生心 皆为非心 我知道是没有定义的 我只不过暂时 就称它们叫做心 所以者可 虽菩提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这个是很有名的 公案 就说有一个 禅师 他在地方吃饭 要吃点心 然后那个婆婆 就问他 客观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请问你要点哪一个心 什么 那个船尸 立即走 知道 你是高人 自己拖不出 就被限定住 那个思维 是定化的 固定的 当你一旦固定 变化 你真的不了解 所有因缘 一路变化 一路变化 如果你看不到 过去 现在未来 一路是无常变化 变化 当你看这个人是这样 其实他已经不是这样 你才可以知道这个人 所以如果我们的心 我们的理解 可以灵活到这样 你今天回家 你再重新去感受一下 你的家 你以前觉得 他的气氛是怎样 你绝对可以 令到他改变 你觉得你家里的人 是 他一向都是怎样 他一向都是怎样 他一直都是怎样 那表示你是 颓化得很厉害 现在我们跟着金光经 是很快速的进化 最少你知道 我不应该 把你看得很死 因为 我说你蠢就是蠢 我说你是怎样 你最少 你今天这样听过之后 你是打开的 是可以很活活的 很灵活 而且你可以看到 其实 这份所有佛 佳时开幕 都不是实际 固定不变的 都是在无常变化的 都不是我们以前所想的 这样的 如果可以用这样的理解 我想后面 下个星期是最后一同逢 这样好吗 用这样的理解 请大家 翻回 再进一步 用这样的思维 去理解 后面的经文 然后下一次想读 我问大家好吗 就不照着经文一段段 一句句 我只是问其中几个 台联 你们会怎样想 可以答的 就行 不可以答的 就听大家说 然后我再做一些 补充 或者是 遗形一下 这样 不过大家都会相信 我所说的 都不是真实究竟的 是吗 都要保留的 所以今天大家最少 第一 你不要被限制住 不是定义 一定是怎样才叫做 怎样 也不要限制住 我看这件事 是这样 就一定是这样 这个人是这样 就是这样 包括 你也要知道 文字可以写得出的 佛法 其实 不是 即非 不是真正究竟 原本的佛法 我们暂时就称他为佛佛 这样 合观地去看 好吗 好 练习一下 然后做功课 好 下个星期 继续